今年55岁的范志华佐,是普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战卢宝剑铸造技艺传承人,战卢宝剑远消世界各地,成为海内外人士秘藏的艺术针铁和健身器具,精湛的铸建技艺,给古老的战卢宝剑赋予了新的生命,他此生的愿望就是把战卢宝剑铸造技艺传承下去,发扬光大。 范志华在工作室和徒弟们一起铸建,所铸的美把剑,从剑身锻造,剑铸制作到装具配置,全部由手工精心打造,要经过上百道工序。 相传,早在公元前503年的春秋战国时期,松西阴铁英、韩拳和亮石三样具备,树木茂密,心探易得,历史上的铸建名师欧椰子,累石卫炉,裁铁英为原料,借韩拳萃火,旧亮石立模,切模百炼,化火未封,在县南部的战卢山路,铸出了锋芒盖世的天下第一剑,战卢剑,相传杜甫,李白,苏氏等大师人。 都有年宋战卢剑的诗句,范志华自幼找你断刀练剑,1980年,年仅17岁的范志华,来到松西县武金社,拜扬镇条A师学习铸建技艺,在高达900多度的炉前考着。 在断打的锤影中,享受着叮叮当当的打铁声,愉悦于火花四剑的星光,打铁是一门手一火,有悬料,加恩,钉火后,锤打,摧火,魔口等上百道工序。 打铁除了工序繁杂外,最繁琐的就是敲刑这部分,特别考验铁匠的眼力,因为打铁不像做木工,可以用十字在木板上标示出规格,打铁只能靠铁匠的判断,不断翻动铁料打造出理想的铁剑,靠的是功夫。 范志华以其坚韧的毅力,掌握了精准判断打铁力度和断烧温度,同时也铸就了范志华百折不挠坚毅性格,38年如一日,他潜心钻研天下第一件战鲁剑铸造技艺,和师傅杨振条一起成功铸造了失传千年的战鲁剑。 1985年,杨振条增三次请外地知名保健厂的师傅前来指导,都没能找到原因,不甘心的老杨认真翻阅古代铸剑术的相关资料,整理、研究、挖掘传统工艺,与北京、南京等多家科研单位合作,解决了传统铸剑中间披热处理问题,并采用不同的钢,颠来倒去反复锤打碎火,用手工方法铸链成战鲁宝剑, 使失传已久的古剑技艺重放光彩。 十年模一剑,一把好剑要经过反复锤炼,除了在剑刃上下些功夫,而剑身上的细节也含糊不得,目前他的保健厂内共招收徒弟五十多名,慕名而来我这里拜师学艺的最远来自东北哈尔滨,他们都特别喜欢我们松西的保健。 范志华面带笑容地说,作为松西县目前唯一生产战鲁宝剑的企业,战鲁宝剑厂已生产出战鲁仿骨宝剑用于珍藏、健身、表演、比赛等现代工艺战鲁宝剑十六个系列,一百六十多个品种。 此次在厦门文博参展,先后已有国内外二十余家客商前来洽谈,初步达成订单协议一千二百余万元。 这些订单将近占了我们厂半年的业务量了。 范志华激动地说,今年一至十月,以生产战鲁宝剑达上万把,卖得最贵的收藏剑,一把高达五六万元。 我们如今注剑量少而经,多数为珍藏宝剑,有的时候为了铸造一把好剑也要耗时一两年,才幸得自己特别满意的宝剑。 范志华正在查看铸造中的剑身,经过无数次磨砺时宝剑寒光逼人。黄杰敏离典利文社。